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怎么是欧马就要打包,这些都是客人的东西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别人买了什么 其实这种也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我觉得啊 就大家应该也挺好奇的别人买了什么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入我的频道 你可以点击订阅或者说 如果你是YouTube上就按一下小铃铛 以后有新的片子都会都会出来的 提醒你,OK 这个,首先是这个 这个是Pretia的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 护手霜一个套装 我觉得它的那个香味很好闻 而且它不是霜状的 它应该是折离,护手折离啊 就是非常的清爽 让你就是,就是 一个是绿茶味,一个是柠檬味 一个是薰衣草味 还有一个是玫瑰味啊 然后就让你很舒服 这个真的超好用,这是我自己的啊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我觉得我觉得超好耶 这个是这个 欧巴金的C20 现在有套装,大家抓紧买套装 国内好像有现货吧 它会送一个它家的那个紧致的水 还有一个是角质水 它就是帮助你,就是在洗脸 洗脸之后直接先用了一个帮你调理角质的一款水 我把它理解成的是西式版的TAKAMI小蓝瓶 所以如果你是有什么青春痘啊痘痘的问题啊 还有就是说角质层紊乱的问题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是发热袜 它的,大家可能会看到有很多什么 30,60,80,110,120 都是说它的密度啊 然后就说如果数字越大就会越热 这个是西式发热的 所以发热袜,冬天到了 大家可以买起来了 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POLA的抗糖液 它这个有限购一个人一个月只能买三盒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需要提前 我还需要去借名额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那个一下 我就不打开了吧 这个因为它是封住的啊 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 它里面是一支一支的 哦,这个,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怀孕期跟胃难期都可以吃的DHA 就是给孕妇朋友 还有你想备孕也可以开始吃起来的 这个反馈非常好 就是说针对孕傻,激励非常差的朋友 你要早点开始吃 会减缓甚至就是不会出现孕傻的情况 已经有孕妇 有好几个孕妇吧 跟我反馈说这个很好 他们是做会计啊 做这种需要脑力的工作的 就说特别好 这个是戴科的那个 戴科的那个腮红 我经常买 因为我视频里面有推荐 大家看过都觉得 哎,这样蛮好的 确实很好 它不会在你的那个底妆上 不会结块这个 我觉得很好呀 它这个不会说 结起来就是那种很 怎么说你又推又推不开 弄不开那种感觉 它就是像那种 从里而外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腮红里面它真的做得很好 它这个做的比CPB都要好 就是这款 就是这款 我觉得它就是做的比那个CPB的腮红都要好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像一个是这个 哦,这个是 这是POLA的那个全脸美白精华 它现在有套装啊 它现在有套装 它现在有套装 里面送了一个什么小面霜啊 什么的 什么小 呃 这有个面膜 还有个什么小精华啊 反正就是个套装啦 这个 这个很多朋友到日本都会买 它的那个凉度很强 这款 FX家它那个就是眼睛啊 低眼睛那个去红血丝很厉害 它的壳我还是蛮喜欢的 圆圆的还是 圆圆的还是蛮可爱的这种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蛮可爱的 这个 这个是森天的 你看注意啊 它这个是隐形眼镜用的哦 隐形眼镜用的 它是今年新初的吧 就专门针对那个 戴隐子眼镜的人群用一下 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POLA家的去痘的 去痘的丸 这是一个月妆 我上次买错了 我给客人买了三个月的 哎呀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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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再给它买 还好 好像这个不太会断货 这个反正买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OK 下一个啊 这是我推荐过的塑形丸 如果你有运动的习惯 并且你在运动当中啊 就觉得肌肉还是很难形成 或者说 怎么样的话 就是 就是想想更快的塑形啊 它不是减重 它只是帮你的肌肉凝结 塑形啊 就可以吃这个 OK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Nature Grants 就是孕妇 孕妇 产妇啊 这种可以用的 就是敏感肌肤也可以用 呃 你肌肤如果什么 就是很敏感很容易长痘痘痘啊 什么也可以用这个牌子 伊能静推荐过好像 这是一个妆 这是一个妆前乳啊 它这个防晒指数很高 有SPF44 这款 这款就是一个化妆的 类似于BB霜 但是没有BB霜这么厚 一款一款一款 直接可以用于面部的一款 这是护肤后直接可以用的 这个 这个是他家的这个 我也不能打开 这是封住的 这个是 这个是 他家的Foundation 这是面 呃 怎么说呢 粉霜 他家的粉霜 如果你面部需要有遮瑕的话 可以用一下这个 最后一个是这个 Nature Grants的眼线笔 他家眼线笔啊 我好像试过 我有点晕欸 对我来说我有点晕了 如果你不容易晕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它的手感真的太好了 它的那个笔啊 就是握起来 真的太舒服了 真 哎 它那个笔的形状真好 但是我晕了 不知道买的那客人会不会晕 哎呦 啊这个是 这个是眼影 孕妇 产妇啊 什么敏感肌肤啊 都可以用 如果你的眼睛容易对一般眼影过敏 可以用这个 这款是02号 02号 这个客人选的 希望我没买错 现在啊 现在这个 Skin2啊 它那个小套装啊 小套装的神仙水卸妆褶 这是不是卸妆褶 哦 sorry 这是洗面奶 还有卸妆 卸妆膏 还有这个一个大红瓶的 这是大红瓶的 这是大红瓶的那种轻薄款 这款它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这大红瓶啊 它不是说是那个耶 它不是面霜 它是乳液 乳液同志们乳液 后面你还是需要去用面霜 把它那个 怎么说的 锁水一下的啊 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 这个就是黛科的这款 这款眼影膏 很好用 眼影膏 里面是 就是超方便 你只要手指啊 这么磨两下 然后到眼睛这么磨来 它就OK了 很多很多孕妇朋友们 选面 面膜的时候 会挑这个 凡克的这款 保湿面膜 这个 这个是 3家的眼唇卸妆液 眼唇卸妆液 它叫包装的超简洁 你又不觉得 这款是 3家的 3家的卸妆油 哎 这款我测评过 其实 就是你看我小红书上 对卸妆我 我晚上都在试 然后会发上去 我觉得这款用下来 皮肤超好 但是我 对我来说 它有点辣眼睛 所以 哎我 没法 没办法用这个 但是如果它是 眼唇卸妆是 分开的话 那就得买两样 哎呀还是 对我还是有点麻烦 我还是 我还是用其他的吧 然后不过这款用过之后 皮肤真的超好 超赞这个 它加3家的洗面奶 我也测评过 这个蛮好用的 这个洗面奶